康老师我们也来看看 哪些手面相的人 一忙起来 就会拖垮自己的健康 对 其实拖垮健康 当然就是身心灵各方面 都会出了很多的问题 那尤其前面这两样 就是属于精神方面 比较容易会有状况的 跟情绪方面有关的 第一个的话 如果很忙的时候 第一个你就会比较容易焦躁 那你的手下 有一个焦躁的纹路的话 你就要特别小心 怎么看的话 就是第一个 就是我们的月丘 就是这一个地方 手刀的下侧这个地方 如果比较凹陷 凹陷就是说没有那么碰皮 就是比较凹陷的 或者是说这个地方 颜色比较暗淡一点点的 或者是有很多 有的没的杂纹 不管景致纹 或是很杂乱的纹路 在这个月丘 那代表什么 代表就是说 这样的人其实顾虑太多了 顾虑太多就是说 有些人对环境很敏感 我们常讲说体质很敏感 或是说对这个环境 风水或是磁场 很有感应的 像这种的话也是会有的 像例如说 对环境很敏感的人 他可能觉得说 哇这个环境 跟我磁场不合 他就觉得 我觉得好不舒服 做任何事情都很不顺遂 所以第一个环境也会影响他 但个性也会影响他 为什么 因为他做的事情 太过瞻前顾后了 有时候他顾虑太多 然后想要面面俱到 但是他会发现 其他能力也不够 所以他顾虑太多的时候 他会觉得他很累 心很累 然后又做不好很多事情 所以环境的敏感 然后个性的关系 导致于他特别容易焦躁 而且情绪非常不安 所以像这样的人 他有一点那种躁欲症 或是你跟他讲话的时候 他也会很想要 当下赶快处理好很多的事情 可是他没有办法 所以像这样的人 只要一忙 事情一多 他就会把自己逼死 所以要特别注意了 第二个的话 就是很逞强的 做事情 凡事都要自己来的 就是智慧线的尾端 出现了一个米字纹 就是星星纹或米字纹 或是这个地方 有一个很乱的圆圈圈 做结尾 如果像这样的人的话 个性太过要求完美了 什么意思呢 他这样的人想要当神力女超人 他也想要当超人 反正他觉得他自己来 一手掌握 他会觉得很开心 而且他特别喜欢听到一句话 就是说 你好棒喔 你能力真好 什么事情你来做就对了 有你真好 他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因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 他会促使他更努力的去做 结果呢 他也是把自己逼死的那种 因为要求完美 而且呢 他想要做到面面俱到的时候呢 他又不懂得去寻求贵人的帮忙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开口去请人帮忙 他觉得很丢脸 会感觉他自己能力不够 感觉他自己好像 有点逊 好弱 所以因为他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会常常把自己弄得很累 所以他就是逞强的 太过容易逞强 所以他就属于是这种 就是一逞强啊 他就是属于那种 战场的那种人 好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呢 过劳的脸像 如果你常有过劳的脸像呢 就是眼白呢 会比较浑浊一点 而且呢 比较有点黑眼圈 这是烟熏妆 还是黑眼圈 没错 除了你撇开你过敏的现象之类的 如果你天生就是比较有点黑眼圈 或是熬夜的关系 导致的 或者是说你这种眼睛呢 常常看起来好像就是 灼灼的 眼睛红红的 表示呢 你太过于呢 过劳的现象 那过劳的现象呢 是怎么样呢 因为他个性放不下 所以他永远呢 都不懂得什么叫做满足 所以因为他不懂得满足 所以他就会一直做 一直做 做到他觉得说 好像大家都给他一个 很强烈肯定的时候 他才可能会休息 但是呢 通常那个时候已经生病了 所以像这样的人呢 他就是不懂得去休息 他想要好再更好 所以把自己拖垮了 要特别注意了 第四个的话呢 就是体弱相 什么叫体弱相呢 就是我们常讲财多胜弱 就是有钱没命化的 什么要怎么看呢 就是额头呢 比较 没有光泽 而且呢 会出现了很多斑点 硬膛在这个地方 但是它已经包含了硬膛的部分 额头呢 常常就是那种 搭搭 干干的 然后或是脱皮的现象 会比较多的 那平常呢 可能就是你没有做好什么保湿啊 什么之类的 你就会有这种问题 所以像这种额头呢 就是比较多的一些暗沉的部分的话 是经常性的 那你就要记得 像这样的人天生体会比较弱一点 什么意思 纵使他很想要做很多事情 但是常常会遇到心有余而立不足 然后或者是说呢 当他努力的赚到一笔钱的时候 其实才多生弱嘛 他赚到的钱都要去看医生 像这样的人呢 就是真的是体弱向的 那要怎么去弥补这种问题呢 建议他就是要有一个很正常的作息 然后让自己的生活越规律 然后凡事呢 不要太逞强或太贪心 基本上呢 他就不会让他的身体呢 越来越衰败 是 所以这四款手面向呢 都是一忙 就会拖垮健康的人